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506集 北牧国第一杀手绝艳 从前是个行踪不定 四海为家的人 但自从半年前 绝艳想要接绝杀令 刺杀太子失败之后 他竟然一直潜伏在皇城 未曾离开 如果说 他是为了继续刺杀太子殿下 想要取得绝杀令的报酬 那也还说得过去 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杀人要么是为了除恶 要么就是为了财 这年头 大侠也得赚钱吃饭 杀手为了钱杀人 无可厚非 但绝艳 留在皇城这半年 分明就没有再刺杀过战玉衡 既然他不是为了绝杀令 留在这里 那就是说 背后还有别的目的 能让绝艳留下来的人 要么特别厉害 要么是个女人 第五雅冷觉的长剑 渐渐对准绝艳的脸 北木国第一杀手 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真面目 脸上这人皮面具 应该是时候取下来 隔下脸上的面具 是不是也到了该取下来的时候了呢 绝艳冷笑 可他才刚动了下真气 胸翼间 立即涌出一股血气 他眉目微沉 差点张嘴就是一口鲜血 今夜之前 他已经受了内伤 刚才和第五雅接了一掌 让他血气翻腾得厉害 如今伤上加伤 根本就不能使用内力 你受伤了 第五雅眯起眼眸 原本想领教一下他的剑法 没想到 他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 能伤到绝艳的人 只怕也是不多 第五雅冷哼道 哼 我不占你这个便宜 改日再来领教你的第一剑 前方影随风动 斑驳的树影 甚至没有因为他的离开 晃动半分 只是随着晚风清白 第五雅如此深厚的内力 剑衣心里清楚 就算是自己没有受伤 单凭内力比试 自己也绝对比不过 但若他未曾受伤 以剑招对抗第五雅的内力 也不见得自己就一定会输 他只是不明白 自己跟踪的人是凤九 为何第五雅会阻拦 难道凤九也是天尊门的人 胸翼间那份血气依旧在翻腾 剑衣一抹唇角不小心溢出的血丝 再看一眼第五雅离开的方向 那空荡荡的夜空 已经没有任何属于第五雅的气息 这个人来得飘然 走得悄无声息 怪不得能带起整个天尊门 如此厉害的人物江湖难见 他再抹一把血丝足下清点 瞬间隐身在夜幕之下 风动 似乎连他的发丝 都要被袭入的晚风卷起 有人在轻拂他的脸 被触碰的感觉若有似无 但那让人安心的气息 却一直将他笼罩 明明感觉到 一直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 那双习惯了冰冷的眼眸 此时却透着点点暖意 就这样盯着他 可备受注视的凤九 却始终睁不开眼睛 似乎也不愿意睁开 他的气息很浓烈 那么让人熟悉 所以他明知道 有人就在自己身边 也不愿意醒来 似乎怕一旦醒过来 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气息 也就消失了 梦境如此甜蜜 可惜清晨总是会来临 凤九睁开眼的时候 房间里除了自己 并没有第二个人 昨夜那双关注的眼眸 果然是假的 他坐了起来 柔柔眉心 明明没有睡多久 但却因为睡得足够的深沉 今日醒来 竟然背绝精神 年轻的身体就是好 十六七岁的身躯 恢复的速度确实很快 只是睡了两个时辰不到 醒来身子就已经舒畅了 从床上下来 正要出去洗漱 不料地上一片叶子 映入了眼帘 凤九眯起眼眸 走过去 弯身将叶子捡起来 再看窗户 这地方离窗户如此遥远 更何况 窗台是关上的 这叶子 如何能被晚风吹进来 昨夜的梦 难道 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 凤九将叶子收起来 不等小樱桃来敲门 她主动将房门打开 公子 你醒了 小樱桃脸色看起来一般 似乎心情不是那么好 第一和冷月又来了 上次我给第一治疗过 她若觉得有效果 来是必然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好惊讶 小樱桃却撇了撇嘴 哼 就是那个冷月 实在是让人讨厌得很 让他们去拿号码牌便是 凤九丢下这话 举步往后院的古井走去 不管有多讨厌 只要规规矩矩的 那么 他们一样是病人 病人 在她眼中没有任何区别 小樱桃知道自己感情用事 不过 那冷月是真的让人讨厌到 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 更不想听到她的声音 不过 对公子来说 也确实只是普通的病人 凤九自然是不在意这些的 今日她有半日的时间 会在门诊那边 外头挂牌了 地义收到消息过来 也无可厚非 不过 今日是挂牌的日子 不是临时加班 所以 特地来找她的病人 也是不少 虽然凤九的号码牌 价格不菲 但这皇城最不缺的 便是有钱人 凤九出去的时候 大堂那边闹得动静有点大 冷月尖锐的声音 隐约地落入了耳中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我们来自九王府 你们就这样对待 九王府的贵客 小樱桃根本不吃她这一套 一张冷漠脸 不管你来自哪里 在这里 也不过都是普通的病人 先来后到 你想找我们家公子看病 请去拿号码牌 你敢让我义父 再次浪费时间 冷月气急 想要动手 地义冷声道 骗去拿个号码牌 上次过来 凤九给她的医治 确实有效 她对自己这双腿 也还怀有希望 如今凤九 给她开的药用完了 自然得要过来检查一番 因为凤九说过 得要检查过才知道要不要换药 但如今过来 看到这么多人 已经拿到了号码牌队 心里也是挺不爽的 虽然她嘴上不说 冷月 却没有那么安静 一看前头 已经有十几个人 她顿时就不乐意了 义父 这号码牌一取 怕是半日的功夫 就要过去了 王府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等着你去处理 如何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她特地将王府这两个字咬中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他们现在拿到号码牌的 全都妨碍了 九王府的重要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